哈囉 陳毅你好 清明大哥還有聽眾朋友大家好 陳毅我們來聊你最新的紀錄片作品叫1819 就是你南侃高中的學弟 你怎麼會想拍他的故事 當時是因為想要參加一個紀錄片的比賽 想說隨便找一個題目來拍 然後海忠就浮現說 我那陣子認識了一個學弟叫做黃斌 想說可以拍他的故事 整個拍攝大概是兩年的時間 加上後製大概三年 然後這個片子我在看整個過程 我覺得他就是有一個高中生的那種分析技術 你以前也會這樣子嗎 其實黃斌跟我當年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可是他的類型就是那種 可能我們這種沒有很乖 但是我們內心會覺得我們好像也不會像他那樣 可能偷喝酒 就是我們的叛逆都還是不太敢去違反校規或什麼的 但是在黃斌身上 就很多大人會覺得他好像是不好的學生的感覺 我在整個影片的過程 我覺得他好像就是有點大人不太理解他 然後他覺得他高中一直很廢 然後好像在浪費時間 其實拍他就是說 台灣有一群高中生 他們的狀態就是像黃斌一樣 只是因為他們不會讀書 或者是他們也沒有什麼競賽得獎什麼的 一般他們都會被學校或被一般的社會去忽略掉他們 我就想說其實可以記錄不同的高中生他們的樣子 所以他是算比較中性再偏過來一點點的 你那時候為什麼沒有想拍一些知憂生 或者是特別強烈的那種反社會主義的那種學生 比較強烈感的 其實我們後來找了一個平凡的高中生 也正因為他平凡 所以這個紀錄片我覺得他的紀錄才有意義 因為我們不用再去找一個 例如說不用再找一個跟陳一一樣 這麼的亂作一對有的美德的人 也不用再去找那種平常就很容易被看見 會被當作一個模範的這些職有生 那我也不是為了要呈現台灣所有高中生的面貌 因為他可能只代表了某些人的高中生 可是當你跟他接觸越來越深 他表現得越來越自然 他開始展現出一些反抗 或是一些比較高中生會做的壞事 你會不會擔心學校看到 或他的家長看到 然後反而你在害這個小孩這樣子 其實拍紀錄片有個倫理 就是說拍紀錄片 你一定會影響到對方的生命 這個是無可避免的 只是例如說我當時就已經知道說 我的剪輯跟後製剛好會在他畢業之後才完成 那另一方面就是 以我在南侃高中的影響力跟學校對我的尊重的程度 他們不會因為高中生在畢業旅行喝酒被我拍到 就拿來當作校圭去威脅他們 因為他們知道我會不高興 你在這兩年期間你有沒有感覺黃斌的成長 我感覺恐懼的事情是拍了這部片 其實黃斌跟我之間 我們兩個人的生命都有很大的影響 那他的成長其實這兩三年我都看在眼裡 每個人的人生未必一定都是往一個比較好的方向去前進 對因為我在看整個過程裡試圖一直想要問他一些問題 可是他總是表現出不耐煩 或者是你趕快問或者是他回答一些幹話 就是很想敷衍你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的角色就蠻尷尬的 我怎麼問他 像可能你在做廣播節目你在這邊問 然後他每次都給你講一些不正經的 你就會覺得很沒有耐心 對那可是好像是因為我們都已經習慣了某種很自視的回答 我們不知道其實高中生他們表達他們情緒 可能就是用一些比較不正經的話去回答 可是我在這個過程感受到你跟他有點 當然是在合作關係下 可是又有點對抗跟對立 因為包括他也會酸你說你念一個很好的大學 然後他感覺好像他沒有辦法像你這樣這樣 我跟他就是這個三年的關係其實還蠻特別的 因為他給我拍攝的期間 我們沒有簽任何的白紙黑字說他要讓我拍 都是口頭上的協議 那所以他會有很多的跟我像是對決的感覺 譬如說他有時候就放我鴿子 或者是用片的 那我就會很受不了 因為我們平常在社會上遇到的人 他們就有一點基本的道德 黃斌可能就沒有 你那時候的這個整個紀錄片的支線沒有想要介入他的家庭嗎 就是拍他這個放學回家之後 其實我有試圖要進入他的家庭 那甚至我攝影機都已經進到他家庭可能拍了兩三次 但包含黃斌放我鴿子 或者是他爸媽其實不太喜歡我進入家庭去拍攝 就是拍紀錄片會有很多的不可抗力的因素 會讓你原先的規劃都被打亂的 那當然也是因為我可能不夠堅持 因為我可能他講個兩三次我就妥協說 那算了先不要進去 而且有時候這個會有意外的支線對不對 譬如說同學之間或者是感情之間 然後這兩年都沒有發生這些插曲嗎 還是你主著就很堅定的鎖定他 其實我拍了很多他的一些玩伴 他隔壁班的同學 或他班上同學的故事 可是最終還是發現 黃斌這個角色他是最吸引我們的 所以我最後才把主軸全部都放在他身上 當然也因為我跟黃斌有一陣子的吵架等等的 所以我的剪輯師認為說 導演跟他的對決的關係其實也蠻有趣的 所以最後就變成說 一方面在講黃斌的18歲 也在講我這個導演的19歲的故事 所以整個過程你也有被真的激怒過嗎 其實我很多的畫面我不敢剪進去 因為例如說其中有一幕可能是 我在那個現場 我有時候很容易因為黃斌的一個話 或者是他所做的行為 我會生氣或難過或開心 那有一次我就頭也不回帶著攝影機 我就離開學校 或者是我對著鏡頭罵了黃斌罵了5分鐘 你沒有想過說拍紀錄片會讓你搞到好像快要得憂鬱症的那個狀態 原因會不會覺得因為你們年紀太近 在他身上我反而找到了一些我可能沒有的那種 年輕人該有的樣子吧 就那種叛逆那種感覺 可是他跟同儕之間又有點不一樣 就是他其實看透很多事情 只是他對世界有很多的理解 那這個成熟度他是有的 但是都會藏在他那種幼稚的行為裡面 就是他會不經意的蹦出一兩句這個很看透這個社會歷練的話 可是他的行為又表現得很幼稚這樣 所以就讓我一直覺得他好有趣 我就好想拍他的故事 在整個影片過程中你一直問他以後想要成為什麼樣子 或者是你希望這部片變成什麼樣子 他好像完全沒有想法 還是說他是偷偷私下跟你講 他不願意在鏡頭前面講 他還蠻特別就是他是一個 鏡頭前面鏡頭後面都表裡如意的一個人 所以他在那邊講的話其實就代表他內心的想法 那很多事情他都不回答 或者是要我問好幾遍他才願意回答 其實我都覺得是他在掌握這個片子怎麼走 不是我讓這個片子怎麼走下去 後來有沒有比較蜜月期 就是他會主動提供他的一些想法 或提供他的行程讓你跟拍 其實他大致上都很配合 那有時候他比我還積極 就是他會告訴我說 例如說我明天要跟家人去香港 那我幾點會在機場 你要不要來拍 當你們兩個的信任度夠了 尤其這三年 他會知道說18、19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作品 他會表面上他嘴巴很壞 但他其實內心是一直很幫忙這個片子的 為什麼決定拍到他高中結束到大學 這個就結束了 本來我們只打算拍半年 因為想要拿去參加一個比賽有33萬的輔導金 可是後來我發現說 如果這麼做好像沒有辦法呈現高中生他們不同的生活面貌 我可能在這半年我只會拍到他們瘋狂的讀書考試 讀書考試 可是像難道高中生的生活只有讀書考試嗎 我認為不是 所以我就想把片子拉長拍到他至少上大學這個部分 後來這個片子花了多少的時間去剪輯啊 還是你是在跟邊拍的過程就一邊在剪輯 原先想說可以很理想的 例如說在四個月三個月就把片子剪出來 結果沒想到紀錄片的後製會花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至少花了半年以上的時間在做後製 包含除了我們知道的剪輯之外 其實他還要去他的配樂 他的混音 聲音的混音還有調光 甚至要上英文的字幕 那這些都要花一定的時間去處理 甚至還要送DCP考費 剪輯過程黃斌後來有參與嗎 就是他有試圖的想要提早了解一下 整個片子的動向 我們其實都會在有版本的時候 會邀黃斌來說 請他來看看片子的走向 但他通常都不給太多的意見 我覺得這也是好事 因為我們給他看片子的用意是 讓他知道說 片子我大概剪的哪些內容 有沒有讓你覺得不舒服的片段 你想把它剪掉 那我們就會做對話 但是黃斌他其實一直都覺得 我們給他的版本他自己都還蠻滿意的 就很意外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也有一個準則 有些他可能會不舒服的片段 我都視線都先篩選掉了 所以我覺得他看起來 其實還是個蠻勇敢的小孩子 像裡面如果說我講了一些話 或者是做了一些事 你真的給我剪出來的話 一般人可能都會受不了 因為怕會有後續的一些負面影響 對啊什麼喝酒啊什麼講一些五四三的 對啊 我在拍他或者是他被我拍 我們都已經預設好立場 就是我們不怕 因為那就是我們真實的樣子 所以有時候不論是他講髒話 或者是我罵髒話 那都是我們自然的樣子 為什麼要可能很隱晦的去避免 所以你拍攝過程到了比較中晚期 你有沒有更強烈的企圖心想要這個片子變成一個更大的樣子 或者是能夠包括以後有機會到國際去參展這樣子 我後來反而因為紀錄片過程中 包含我跟他的冷戰三個月等等的 對我是產生一個很大的質疑跟影響 就是陳毅你怎麼會自以為你可以控制你的作品呢 就是你怎麼會覺得你可以操控這個被設者 結果根本就是被打了一巴掌 所以後來我就發想了一個觀念就是 當一個作品完成的時候 紀錄片會找到他自己的路 但是我對他的企圖心就是 我希望他可以被台灣更多的大人或者是年輕人去看到這個作品 因為那好像才有一個讓不同年齡層的人他們可以去對話 甚至有機會互相理解 其實我看到這個片子主角因為他未成年 那我會一直很擔心說 當你辛苦跟拍了這麼多年有一天這個片子出來之後 他的家長突然有意見或者是不准讓你播 哇那真的是晴天霹靂 那時候整個過程會不會有這樣的擔心 有我從頭到尾都在擔心這件事情 不過他爸媽好像都被我感動了 所以最後還是 當然在中途如果不想讓我拍他們早就會提出意見了 不會讓我有辦法拍三年 他爸媽甚至在我提募資計畫的時候 就知道要不要的贊助了 那我就知道他們對這個片子其實他們是認可的 因為其實他兒子的18歲的前後這幾年 一輩子只會有一次 那當我們把時間拉長可能20年後 黃冰也年紀大了 那看到這些素材的時候是非常的珍貴的 你總共拍了幾百個小時 我沒有去算 不過我的硬碟買了好多個 然後每個都是一梯以上的容量 其實我覺得拍紀錄片最大的困擾就是拍的很多 可是最後出來的只有那一個小時 那你幾百或是幾千個小時 你有沒有想過以後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運用 這個可以透露就是 其實我20年後還會再把這個故事做一個續集 那片名可能叫做3839 到時候那些素材它其實就可以被運用進來了 那目前這個版本它也許 它的長度就有些人覺得它可以再更長 因為他們想看更多 那我覺得想看更多就表示說 至少目前片子可能不會很無聊 那未來有沒有更長的版本 我覺得暫時應該是沒有 不過也很難講 講得很明確 我們講校方這個片子要能夠拍一定學校要同意 那學校這個從一開始的同意到最後 讓你這個拍完這麼長的時間 他們都始終如一的在支持嗎 因為有時候我知道這個真的拍的時候 可能會就會有一點不是很願意配合 因為太麻煩 或是說怕被關切這樣 這個就要謝謝那個時候的校長叫做謝錦雲 他從我剛開始要拍這個片子的時候 我就帶著企劃書 那時候企劃書非常的簡陋 甚至我過去幾乎也沒有紀錄片的作品 那他就願意相信我 然後當我跟他說我想在南遠高中拍這個片子的時候 他說那有什麼問題 那就拍啊 那我就準備了公文 我要學校開公文同意我拍攝 那也把日期壓得很清楚 就是我要拍到2020年的6月 都寫得很清楚 那校長因為支持我 所以他會開一個校長的公文給我 讓我出路非常的方便 有些老師一定會有些反彈 就是說校長同意之後不代表大家就同意吧 對 所以我還是要花很多的時間 包含去跟他們的班老師 跟他們班上同學 還有他的科任老師 每一位我都要問說可不可以讓我拍 那很慶幸的事情是幾乎沒有被任何的阻擋 只有幾個老師可能不要讓我拍他的課 那我就換拍別的課 所以還蠻順利的 對啊 因為我們很難想像在這樣的一個教育體制下 很多老師願意配合 因為他上課講的一些話 如果不小心被你拍了 然後不小心拍出去播出去 可能會有一些後續的效應這樣 像那個裡面有一幕是老師在念學生 不要自己裹足不前那一段 那個就是老師他完全沒有去在意盡頭 他就讓我拍他也沒關係 然後你在整個過程你自己有沒有遭遇到一些特別的事情 因為等於他在成長你也同時在成長 我都覺得拍完這三年的感覺憔悴不少 只差沒有變瘦而已 就是說包含在找資金啊 或者是跟被射者的對決的關係 甚至是像現在片子完成了 我們要走出去做公播啊 去做放映 甚至要主動的為他做宣傳跟行銷 那這個過程對我來說 都學習的那個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呢 我要找非常多的電影相關的書籍 行銷製片相關的書籍 然後自己花很多時間在學習 畢竟不是科班出色 那我也沒有電影公司的那種資金跟他們的援助 可以幫我完成這些事 你公播計劃是什麼 就是最近在浦中15這樣播出嗎 那個是很微小的一部分而已 因為我們其實會在全台灣的大專運銷放映 那當然呢 現在也跟公視公共電視他們的網路的平台 還有一些影音平台都已經差不多都談好 已經進入合約階段了 就是會在網路上也會上架 就是呢 紀錄片雖然會找到自己的路 但是作為這部片的導演跟製片 我會很努力的把他帶到他可以到的角落 我會陪他一起到他的宣傳完成為止 黃斌有沒有什麼比較大的轉變 到大學之後 我真的覺得看他很像我以前年輕的那個樣子 就是憤世技術 然後覺得自己不被認同 自己不被喜歡 然後社會大家都討厭我打壓我這樣子 他現在好像把自己的心事越長越深 就是好像我們長大之後 我們就多了一些包袱在了 所以我都會希望他重新去看我當時拍他的那些畫面 你就知道那時候的你儘管非常的壓抑 但是你至少你在說話或行為上 你敢去衝撞去做自己 那是很難得的 然後又因為他後面發生的一些事情 不論是感情各方面 他的整個狀態都不太好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祝福他了 他大學是他理想的嗎 應該不是 就是看成績上哪裡 就填一下 然後就上了文化大學 他念機械系 我壓根子沒想到他會念機械系 對 我在想他應該是比較適合 比較活潑外放那種公關行銷 或者是企業管理那種 我也是到後面我才知道他上的機械系 好最後講你自己個人對這部片 你的主要訴求對象還是 大專院校高中職學生看嗎 我會希望他應該要給大人看 給年輕人看當然也是一個點 但是要給大人看 他們才會想起說 原來我們以前也是這個年紀的學生 那為什麼我們忘記當時的那種勇敢 純真呢 然後也要讓他們重新的去思考說 到底長大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沒有很多機會好好認真的 有耐心的去聽年輕人講話 所以應該透過這個機會 藉由這部片 你可以像牆壁上的蒼蠅一樣 去偷窺他們的生活 因為我不相信台灣很多的學生 在家裡他會表現出他最真實的那一面 都保持著一個假的和諧 所以你本來的目的就是很單純 想拍一個普通高中生他本來的樣子 我就是我就是喜歡黃冰的故事 所以我想記錄他 只是沒想到他的故事能引起很多人的共 那慢慢的這個片子他的格局就越來越大 大到我這個年紀都覺得有點難以去維持他 所以我要花很多時間去找資源去稱職他的這個創作 我覺得你們年紀很相近是優點也是缺點 所以很多時候他不受你掌控 甚至他會反嗆你因為你們年紀太近 可是也因為年紀太近他跟你沒有距離 所以他可能會更真實的展現自己 他沒有任何的恐懼 因為不是一個很老的資深的導演在拍他對不對 這個就是說像我們這片子的監製叫楊麗洲 他有跟我講說這部片難得的事情 就是年輕人拍年輕人 這是換作是他拿著攝影機進去的話 高中生未必會想理他 所以這是我們的優勢 就他只能拍到表面 他不會跟你講這麼多真心話就對 因為他怕你聽不懂 對會講一些有的沒的 你可能你40歲50歲了 你有些價值觀其實跟他們是很衝突的 可能就吵架了或什麼的 所以陳毅講一下你在拍這部片的過程 同時還有在拍什麼樣的作品 我拍這部片我就是中途會有一些很瑣碎的案子 可能那種小的短片 不過我盡量都是我去輔導年輕人導演讓他們去拍 那我可能就掛他的監製或支片 因為我自己需要專注在十八十九這個片子 那多出來的時間其實就是 包含寫了這個紀錄片的計時書籍 那還有很多事要應付學校的課業等等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有幫很多學生社團 去協助他們拍片就對了 我這幾年大概有輔導一兩位年輕的導演 他們包含幫他們跟市政府去做提案 讓他們有機會拍他們自己想拍的東西 我們最後講你片尾感謝名單 看的時候不覺得有這麼多單位 後來感謝名單秀出來之後怎麼這麼多 一路上這三年來 21歲的導演他能夠完成這部作品 並不是因為他可能有什麼過人之處 是因為他的人員還不錯 所以不論是贊助企業 甚至是媒體或者是我的家人 或者是他們的老師等等一大堆的貴人幫忙 其實我每隔一段時間我都在更新感謝名單 我要隨時記錄說 這個人今天可能採訪我了 我就把他寫進去 最後我就是感謝所有的人 所以其實是三年拍過的題材 或者是畫面非常的多 只是他不一定會被剪進去 但是他還是在感謝名單裡就對了 對 有些遇到的人他沒有在畫面裡面 但是我都幫他留了一個位置 那表示我在這段時間我真的收到他的幫忙 就要感謝他這樣子 我覺得那是一個基本道德 所以這部片目前就是徹底的完成對不對 對 不會再因為不同的單位要求 或是去參加不同的賽制 然後再去做變更這樣 不會他現在已經這個版本 已經開始在陸續參加一些競賽 跟影展的一個爭見了 那就期待他能夠自己爭氣一點 那我是沒什麼意見 所以他已經活出他自己的生命就對了 對 那我也樂見他可以自己放光明 今天非常謝謝陳毅為大家介紹他最新的紀錄片作品 1819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基敏大哥 謝謝 謝謝